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各位菩薩大家 阿彌陀佛 請翻開我們的課本是在 如果是書超的話 應該是在卷13的40頁 華音書超的卷13第40頁 那我們如果是傳要的話 是在這個誰的這個 是在這個卷11的200頁 我們最主要是講到誰的這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重力重流的部分 就是我們所說的居父所有的話 我們比如說那佛的這個稱佛大殿 他整個菩薩還有一些眾生全部都報道了 然後來慶祝 我們最主要的是菩薩來祝賀 譬如說那佛的成佛 用這個聚頌來讚嘆 譬如說那佛的功德 我們前面最主要的是解釋這個誰的實力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是解釋這個誰的 這個是講這個第八位 應該是應該是第五位才 第八位 那第八位 前面是第七位 那我們這個第八位的這個菩薩 叫做法界菩因菩薩 那個應該是法界菩薩 摩克薩 他成佛威力 不愧卻到常種海 這個海是講眾多的意思 就像海一樣怎麼樣 所以菩薩雲來祭 就來祭就像雲一樣 非常非常多來祭 集在我這個誰彼圖摩那佛的這個大法會裡面 那他用這個宋來讚嘆 那佛威神力騙十方廣大視線 無分別 大菩提形波羅蜜 許屬滿足皆令線 這個 總共有十一宋 那第一宋最主要的是 就是整個就是要講十個佛羅蜜多 那 後面十個宋就是講十個佛羅蜜多 就是分別說 所以第一個宋最主要的是總書 所以是講到法界菩因菩薩 最主要的是讚嘆 過去佛 他以前往修就是以前 修這個十度萬興 已經滿足 現在已經成就得佛果圓滿 所以講到他用十一個宋來讚嘆 第一個宋最主要的是講這個誰 整個佛羅蜜多 其他是講別說這個十個佛羅蜜多 那後面這個宋最主要的講先 整個解釋就是佛威神力 然後再解釋這個騙十方 那再解釋廣大視線 然後再解釋無分別 那還有這個大佛羅蜜 還有佛羅蜜 虛數滿足皆令線 那什麼叫做佛威神力 這個有三類 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佛羅蜜多 我们成功法师最佳的叙述三种 第一个是聚身力 第一个是聚身力 第二个是圣威力 第三个是法威力 那个三类的部分 那个聚身力在这边写 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为什么没有列出来 因为这个佛威神力比较强调的是 法威德力跟神通威德力 圣威力 所以聚身威力最主要的是讲这个 因为佛的 什么叫聚身 跟与生俱来的 与色身 佛身 佛的色身 一起运作的 叫聚身 他就像那个这个举记就是讲到谁的风吹 那个就是风吹的时候 按照来讲是佛走路的时候 他的衣服就不会说乱乱 有点好像有点不整齐的意思 所以云风不动衣 另外他比较解释 比如说佛在睡的时候 又这个又携卧的时候 他不会这个谁的 无动乱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睡觉的时候 有时候又躺 周躺这样子 佛不会这样子 另外是讲到他 就在这个谁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吉祥朝的时候 他不会随便乱动 就讲到谁的 这个佛 用这个佛的威以来献他的 佛的身威以 最主要是讲身威以 让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 谁的佛的威得力 这个身文圣比较多 因为有时候看外道 一教徒看到佛在走路的威以 非常非常的安详 这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具身威得力 威力 威神力 因为这讲到佛的这个身威以 让人家 比如说这个讲到这个身文圣的阿罗汉 在佛的时代 连那些 所以我们所说的一些 比较 就是讲 就是那时候会 佛会受到人家批判 可是 可是像 比如说他这个 有一个比丘尼 他进来的时候 就是讲到他 让一瓶水都不会摇晃 就是讲到佛在的这个时候 所有的这个 这个威以非常非常的 让我们的一教徒 非常非常恭敬 就是讲具身威 这个是讲威以 第二个是圣威力 圣威力比较属于神通 神通六 我们所说的三 三通跟三明 这个种种功德 第三个是法威得力 法威得力 就是我们像经典的部分 比如说波罗蜜 圆满法力 这个讲法 法威得力 最假的还是属于我们这些的 经论的部分 法威得力 比如说我们诵经 就会有这法威得力 这个佛的这个经典 那后面的是讲 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神 那个在书抄里面 就讲那个 佛威神力 就讲一切诗地论有五种 那前面三种都 跟这边所略取出来一样 那还有这个谁的 共不共 就讲不共二 善未得力 还有另外是讲到 就是讲那个神通威力 神通威力最早的是讲那个 圣威力 还有法威得力 还有巨圣威力 还有这个 应该是第四个 讲共二圣威力 还有不共二圣威力 这个共二圣威力 这个共二圣威力 应该是 这个不共二圣威力 不共二圣威力比较 想这个谁的 比如说实力的部分 几乎都是出于不共 对他共二圣威力 对他共二圣威力的部分来讲 因为神通威力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那个 因为比较 这个一切诗地论的神通威力 比如说我们六种的无肉审辩力的部分 这个共二圣的部分来讲 比较 比如说解脱的部分 所以要查一下 他的共二圣的部分 所以按照谁 为什么成官 比较没有拉出共二圣 跟不共二圣 不共二圣比较好清楚 因为实力的部分 几乎都是谁不共二圣 那如果是共二圣的部分来讲 就 按照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就变成是 按照我来讲 是属于解脱的部分 所以法威得利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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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勒 我们佛典的 这个 这个 佛法的这个文字 不是法威得利的部分 不是法义的部分 就产生的威力 我们一般来讲是 法威得利 那法威得利里面 那个 十度里 诸度各有四项 这个 这个把它 把它记起来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看经典 因为法威得利最早的 我们诵经典 我们读诵经典 我们 我们念佛都也是算 法威得利 他会有四个相貌 第一个是断所对质 比如说布施波罗蜜多 我们就会断这个谁 因为布施最早的是 断这个坚令 持戒最早的是 断这个犯戒 所以他有 每一度都有他 他所对应的 这个谁的烦恼 第二个是资粮成就 我们要布施持续 这些资粮 我们有这些资粮 我们才能够 整个成就这个佛果 所以资粮成就 因为比如说出帝最早的 是以布施为主 布施越多的话 其他 就像我们世间 你财力越雄厚的话 你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成办 所以他是讲资粮成就 第三个是烙衣自他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每一度都有这个 这样子的 我们所说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布施 我们可以对自己好 我们布施可以 谁的 我们布施可以成就我们的其他福德 智慧 我们布施也可以成就他人的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 我们所说的一个可以烙衣他人 第四个是以变果 应该是可以讲这个变果的部分来讲就是说 我们布施之后他对应的会因为有因绝对会有果 这个果的部分来讲就是要 我们讲这个谁的一手果 还有这个谁的淡流果 还有这个谁的试用果 还有这个谁的增上果 还有这个漏镜 那个离戏果 因为布施之后整个迟度都可以让我们的烦恼 这样和手指这样给他整个对峙 就是有这个五个果 但我们五果里面 一般来讲这个一手果 因为我们法院经里面也有一个菩萨 就是有时候一手果 因为我们这个维世佛学的一手果 比较处于这个三界的这个一手 我们如果你要 如果是因为那比较狭义 如果讲那个一手果的话 这个是讲到 有些人就完全是把它去掉 只有四个 变果的部分来讲 这个大家也要好好记一下 因为这个 我们未来就是要这么做 那个比如说师会得这个大财宝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因为我们不时相对党流就会有 我们未来是会有这个财富 会得大财宝 还有盆党 因为越不时我们就会 就是会有这个谁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朋友 法的财宝会越来越多 就讲盆党 那财宝就会越来越多 一大不时 阿借 这个在我们华音书抄里面 是在 在42月 在42月 42月的这一二三第三行 因为我们这个讲 因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些 不时职业流进产定 非做不可 因为我们不时 因为我们没有不时的话 我们未来生的财富就越来越少 欠缺 我们的朋友 这个讲我们的贵人 也越来越少 我们的贱属 就是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得贱属盆党 因为就是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团队 我们不可能一个人 可以做好所有的事情 所以要有一个团队 所以你带联了一个团队 去承办一些事业 所以一定要有团队 第二个是借 借普鲁密得生人天 所以我们未来 你要生到三三道 一定要靠借 一定要靠持借 因为这个持借真的很重要 你不生到三二道 一定要持借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这个持借胜三三道 犯借胜三二道 那个忍 忍的部分来讲是安忍 安忍 这个临终失时 就是心无忧惠 其实我们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安忍 最主要的忍 忍我们 因为我们有时候 很容易愤怒 我们所说的一个 最主要忍 忍撑的部分 因为撑有时候是去神 有时候 就是我们一定要靠这个忍 忍这个愤怒 还有恨 还有恨 这些都要靠忍 所以我们就像那个 金刚经里面的 这个谁的 那个 结界智杰的那个安若瀚 他就靠忍 就忍下来 这个时候你才能 所以说临终失 心无忧惠 因为我们最怕就是 就是讲到谁的 不能忍 就是你会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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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会认为说 就是你会有一个后悔 后悔当时这样做下去 所以是讲心无忧惠 所以这个时候会 生于天界 所以你一直讲 因为 就是讲那个 安忍 你冷就是无忧 就是越来越少忧 你越来越少忧的话 因为忧最主要是在我们冷静 天界 比较没有 就是天界一定要 已经要离开 秤 因为你是讲禅定 禅定最主要的 秤这个部分来讲 秤心所 一定要好好地对峙 你有秤绝对上不了天 上不了社界 这是冷 第四个是 精进 精进得爱乐 有殊胜 精进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对一件事情 你的兴趣爱好 最假如是你爱乐 最假如是 针对你的爱乐 你虽然很喜欢一个 你的嗜好 爱乐 你如果没有 没有精进的话 做一天 休息三天 你这个爱好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把这个 你的 你的这个 兴趣爱好 能够达成目标的话 就是越来越殊胜 它的作用 它的特色 越来越显现 这一定要靠精进 这一定要靠精进 就是爱乐殊胜 世父公业 这什么叫世父公业 就讲到这个 就是你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 世父就是我们人的意思 大胜负心 大胜负心 封工为业 一定要靠精进 比如说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现在 一个公司的 这个董事长领导人 没有把这个所有的团员 全部用精神来鼓励 让他们得精进的话 我们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运作 所以你的这个事业也没办法成就 所以讲精进 你做一件事情 其实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 你一天做了两天休息 甚至都不做 你这个兴趣越来越 就是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没有 所以你这个讲到精进非常重要 那个比如说布施 慈戒 安忍 都要靠精进 因为精进就是今天做了 明年要做 后年未来要做 定禅定 禅定最主要是得神通 生静律天 禅定我们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你神通一定要靠定 但另外是你要生到色界天 一定要靠神通禅定 你没有靠禅定 绝对生不了色界 还有无色界 那慧 我们这个讲到那个慧 就讲波乐 波乐 我们的烦恼一定要靠波乐 波乐 果能够得这个谁的 这个能够离烦恼跟守之 两种重障 因为烦恼跟守之 这两个让我们很难 因为重视非常深重的障碍 因为他都把我们捆绑在盛世大海里面 没办法很难真的很难脱离 这叫重障碍 这叫重障 这叫重障 就有一个这边主提出来的一个菩萨 就是讲那个十度因成那个十生果 我们不是只有他 几乎所有的我们修学一定要用十度因成十生果 那我们就讲到那个 第一诵 因为这第一诵是总说这个十个波罗蜜多 那我们就讲到那个 虽然总说的话 因为讲这个 我们讲佛威神力 最主要是以这个法威得力为 还有圣威得力 但如果你要讲的话 三个都有 因为佛的这个法 还有我们所做这个法跟神通 都离不开射神 那射神力会表现威 就会表现就是巨生的威得力 所以三项都有 虽然他按照来讲 比较趋向于法威得力跟神通威得力 但是寒舍三项 所以他只讲到佛威神力 那片十方最主要的 因为佛威得力是整个种果 那后面完全是更叙述 那这个佛的所有的威得力 这个片十方 所以他讲这个威得力 片十方这讲到谁的 这个讲无边生 因为整个佛的威得力 在这个谁的 他的 最佳最佳的是 就这个威得力是怎么样 更能够介绍他的状况的意思 所以他的威得力是片十方 那片十方就表示佛的威得力 以这个无边生来展现的意思 那最讲到谁的这个 广大视线 广大视线 最佳的是 从佛的威得力来 你怎么知道佛的威得力 所以广大视线就从变化生来看到 看佛的威得力 另外是讲到谁的这个无分别 无分别是讲 按照是讲平等自身 所以佛的威得力 你怎么样能够了解他 佛的威得力 这个都是 达菩萨可以感受到 我们怎么感受 我们怎么去了解他 是从平等自身 最主要是讲自身 什么叫自身 它比较属于心智的部分 自身 你们等一下再介绍一下 这个平等自身 因为最主要是讲 对这个佛威得力的一个叙述 就介绍 他的状况 所以佛的威得力 从这个平等自身 才能够感受到他 另外是讲大 这个大菩提心 就是讲到谁的 这个佛的威得力 可以从十波罗密 波罗密身 来了解 这个都比较随 前面比较随于果的部分 后面是讲到谁的 洗手满足 洗手满足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过去 因为洗就是过去 过去这个我们这个 那个 毗卢森那佛的这个 在菩萨的位阶里面 菩萨外星所 已经完全圆满成就 就讲众行仙城 这令献的部分来讲 就是整个大国君出 大国君出就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毗卢森那佛成佛了 在这个大典里面 可以看到他的 这个佛果的展现的意识 这个只有六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我们的法威得力 最主要的是 每一度都有这个四个四项 为什么我们要有六度 我们后面的最佳 进行这个十度的解释 为什么都要说这些 其实就是替我们复习 因为我们一定要有 这些基本尝试 佛学尝试 所以我们看那个 成文法师也多这么这样子 就是趁大家去回顾一下 因为我们这些的 佛学基本尝试 就是每一次一直讯许 才不会忘失 我们成文法师 他们都要这样子 一次一次问喜回顾 不管是成文法师 还有这个所谓的 急障法师 亏计法师 还有智者大师 全部都会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他自己可以回顾 也可以让我们在受 在我们学习者 再度的讯息 那我们就讲十 十个普罗蜜多 那个十度之欲 这个十行十地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讲十度 其实在十行十地都有 都有提到 就是一经的始末都 就是讲这个 不管我们的这个 还原经 还有其他经典 都一定旅不开这个十度 所以他开始就讲 不是在后面都会提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韦世佛学 陈韦世伦在后面也提到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佛学名相 佛学的这个关键语词 所以都会辨别它 所以虚出是其相 所以也就是让我们 你至少要基本上的了解 所以他就是用这个诗门来介绍 那我们第一个是讲市民 就是这个十度的名称 第二个是初题 就是讲那个十度 它到底每一度的 因为我们比如说这个布施 波罗蜜多 到底以什么为主 以什么为他的实际上的一个 就是我们 我们要介绍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你要掌握什么样的药像 出铁像 第三个是变相 就是它的运作的形象 第四个是建立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十度 第五个是次第 十度的次第为什么这样安排 第六个是相射 相射就是讲 布施跟其他度有什么关系 第七个是修正 修正 就是你怎么修怎么正 第九个是关心 你怎么样去 就是怎么样去关心它 第十个才进入 华严均的经文 我们先提解释名称 解释名称的部分来讲就是讲 因为十种波罗蜜多 它分为通明跟别名 所以通明就是 因为讲布施波罗蜜多 持戒波罗蜜多 安忍波罗蜜多 通明就讲波罗蜜多 别名就是布施持戒忍入 尽尽就讲别名 所以讲初通称波罗蜜 就讲通称的波罗蜜多 什么叫波罗蜜多 波罗蜜多最主要是 从此案到达彼岸的意思 这个它最基本的意思 那这个从此案到达彼岸 好像说了好像也没说什么 所以它这边就是 我们应用这个为事的解释 这都是我们为事的解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存在法师 他真的是接受非常多的 为事的教育 就讲到那个要七项 要七罪圣之所射受 就是你要谈到波罗蜜多 就是从此案到达彼岸 你一定要有七项 全部都要七项内容 所以一定要包含这七项 所以要七罪圣之所射受 才能够建立这个 波罗蜜多 这个天把它去掉 才可以建立这波罗蜜多 那哪七项 第一个是安住最圣 就是你一定要安住在 这个讲什么叫安住最圣 就是你要安住在菩萨总性 什么叫菩萨总性 第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 菩萨总性 我们现在就是有菩萨总性 你一直听闻 菩萨的这个经典的教法 你一直听闻大声的经典 就是安住在菩萨总性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 因为第一项你一定要成为菩萨的 你一定要成为菩萨的 就是你一定要 菩萨总性跟声闻总性 有些人因为他就是听闻这个声闻 总性 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大声 他一听到大声他就 他没办法马上就接受 所以真的是跟我们那个 过去的宣学有关系 因为我们成为 我们要成为菩萨总性是很难得的 非常非常难得 比如说你要生到人都已经很困难了 你要生到人 你要 第一个前面你要持戒 你要安忍 这两项都要做到 精进也要做到 甚至布施还要做到 因为布施的部分来讲 所以你生到人 你持戒很好 可是你有时候生到人的话 可能就是在 我们所说的在资粮方面 可能就是生长在平凡家里 你布施好一点就比较 比较少一点 因为比较多的好的福德的 生活的器材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布施 福德的资粮 就讲菩萨总性 第二个 如果你要讲菩萨总性 因为有些比较 有些菩萨总性 会把它录到这个 第二个 大福德性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因为他在 这个 《怀孕居书上》第卷13的 43月 因为他认为社论里面 只有讲六种最圣 就没有这一项 他是讲到谁的 护云菩提心社 就把它社到第二个 那有 我们存在法师认为 应该也有 他后面解释 应该也有 是安住总性 这是讲那个 陈关对于这个 因为有认为社论里面 有提到六个 就没有这个安住最圣 所以安住就是 你一定要一直 让自己能够 安住在菩萨的学术里面 你就会有这个 菩萨种性 那这个菩萨种性 因为我们讲那个 种性有牵涉到 这个种子的问题 所以它到底是 本有种还是 虚所成种 按照这个 按照这个是讲到 那个 按照这个是菩萨种性 那个 按照这个讲到 大家请看一下我们 四三页 卷 13的四三页 因为我们的菩萨种 我们的这个 依照韦斯佛学的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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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无肉种 有 无肉种有这个 比如说佛的无肉种 跟这个谁的 那个 新闻的无肉种 因为我们未来就是要去掉 生闻的无肉种 所以讲 幽去 月种 幽种去月种 因为生闻的 这个谁的 无肉种 也是本有种 但是我们这个讲 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熏习 所以这个熏习 他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 按照来讲 比较列入在 许所成种 这个是 大家就讲 我们这个讲到 那个 那个 菩萨这个种性 到底是本有种 还是 还是 许所成种 按照现在就是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在熏习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许所成种 而比较 比较不是本有种 所以讲 法性中 曰 习以诚信 就是 熏习学习 非曰 本有种 因为本有平等故 因为本有的部分来讲 比如说我们一般 我们所有的众生 佛的无肉种 每个人都平等 所以我们这个讲 那个菩萨种 就比较属于 虚守成种 那 第二个是 依止最圣 依止最圣 就是讲 依止打菩提心 我们现在一定要 就像波罗金一样 他一定要有两个口号 第一个是 以一切自制为上手 一切自制是大菩提心 因为大菩提心是 成正等决心的部分 第二个是以大悲为上手 也就是我们 波罗金每一个菩萨 都要一直 默念这两句 这两句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没有这两句 一直坚固的话 几乎都会落入到 身为圣 所以讲 依止最圣 就是一定要 就是回想 这个讲到 这个依止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目标 决定对象就是 成就打不停 第三个是意乐最圣 这个意乐就是 因为我们 什么叫意乐 菩萨的兴趣爱好 除了大菩提心 那个大菩提心 是菩萨的目标 究竟目标 就是我们说 是大大目标 这个意乐就是菩萨 菩萨的这个活动 除了是 刚才所说的这个目标之外 就是 不像 这个大家 讲意乐 所谓意乐 就是菩萨的兴趣爱好 菩萨以什么兴趣 以什么为爱好 这边要痴迷一些众友情 这句话真的是 这句话真的是 讲到谁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菩萨的 菩萨没有自己的 爱乐 没有自己的嗜好 没有自己的 我们所说的 这个 这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 欲乐 欲乐 爱好 他的所有的活动 完全就是利益有情 就是我们是大悲性 所以要痴迷一些众生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我们还要 我们还会想到 我们 我们还要有什么快 我们要怎么样 把自己 越活的 越快乐一点 菩萨没有 菩萨所有的快乐 都建立在 悲悯 我们所说的 友情众生 第四个是 事业最甚 事业最甚 就是讲到 菩萨要 承办一切 功课的一些事业 比如说 菩萨要成就 实力 事无所谓 还有 事无爱 还有这个 菩萨的功课 全部都要承办 白巴三昧 这都是他 全部都要的 事业最甚 第五个是讲 巧遍最甚 巧遍最甚 就是讲 要无相智之所射受 这无相智 这个无相智最早的在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 这个四十三页 就是讲 卷十三的四十三页 这个 无相智 无相智 无相智就是 讲那个 这个 按照来讲 是无相十相的 这个部分 就是讲三轮体空的部分 因为无相 因为无相最早的 跟空有 有连带关系 因为我们讲这个无相 无相是讲离相 那离相就是要离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离开我相 离开众生相 离开法相 离开受者相 所以这个角色 为什么要是讲三轮体空 叫离相 所以讲无相智是三轮体空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波罗密多 没有三轮体空的这个 波勒这个 这个教理的话 没办法从此岸到达彼岸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关键 它能够成无肉 就是这个讲三轮体空 它一定要 因为无相智 它跟这个 巧便 因为巧是方便的意思 善巧方便 因为如果你没有无相智 就是讲我们所说的十相智 十相智 十相智成就的话 绝对是有方便智 第六个是回向最圣 这个回向就是要回向到无相佛菩提 不回向到其他 就是完全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功德 全部促成在 只用来成就大佛 大菩提 不用来做其他的这个 事项里面 就是专 专户的意思 专用 大菩提专用 第七个是清净最色 这个清净就是讲到 最假的是不为这个烦恼障 跟所之障见着 也同样也不为二圣所见着 这七个一定要 绝对不能缺一项 你缺了一项就没有办法到达彼岸 那我们再 大家请翻开我们四十三 就是讲 发言金书超的卷十三的第四十三页 他有 回向最圣有问一 同样都是有关于大菩提 那 那 跟这个回向菩提跟 回向最圣跟这个 意识最圣 有什么不同 所以回向菩提跟合意意识 这两个 因为同样都是讲大菩提 那有这两个怎么样分辨 这个大家一定要讲 这是我们 我们就是有知道 回向跟意识有什么不同 因为意识就是比较神行 真的他比较眷顾 回向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我们送心回向 有些就不会回向到达菩提 所以他在四十四页里面有讲 就是讲的 比有道心 未必一切回向到菩提 所以他不是 因为意识比较属于 比较属于专一的目标 专一的对象 可是回向就不是 不是属于特定对象 好 这两个就可以这样来分辨 那意识比较属于极心全心 所谓的那个 意识最佳的是 我已经有意识打菩提了 但我去实践它 可是回向 比较属于这个 乃行后悦 回向比较属于这个 一个是讲那个 因为它的依止跟回向 就是讲到行全心 就是讲 因为依止已经是那个 已经先前有一个对象 比如说大菩提为对象 可是回向有时候 是一种 我们会讲乃行后悦 我们会讲乃行后悦 因为回向比较属于后 就讲把这个东西回上到大菩提 意思就是说同样是讲大菩提 依止是属于前面 这个回向是属于大菩提是属于后面 没有 非常无法 来说 有看 9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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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不为二障建杂 后面是解释集三十五回 我没有把它列出来 这个三十五回就讲到谁的 乃大圣法师四论一页 大家请看一下 这个卷十三的第四十四页 第三行 此乃大圣法师 这个大圣法师是谁 亏击法师 这个讲三十五回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因为离二障心意六度 这个在 讲三十 最早的是 我们讲 安教师有时候是讲中业 初业 后业的部分 这个另外还讲到悔 为什么讲三十五回 因为我们把它解释这个 悔是烦恼 因为悔心手是烦恼心手 就是我们所说的谁烦恼 对不起 悔心手是不定心手 他也是按照来讲 因为他是分烦恼障和手之障来分 因为他是讲清静最早的离二障 烦恼在这个手之障 所以他是讲到谁的 悔心手 比如叫属于 这种悔是属于烦恼心手 有不了顾 因为不了是不了解这个悔的对象 悔的内容 这个是叫做所之障 所以为什么讲三十五悔 又及时悔心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悔心手 就是讲为什么清静这边 为什么成观法是要讲到三十五悔 因为悔心手 他是属于 就是讲跟烦恼心手有什么关系 跟手之障有什么关系 另外是讲悔心仗 仗于真治 又是悔心仗于真治 所以也是属于所之障 按照是讲悔心 他本身来讲就是一个烦恼障 他在悔心的这个部分来讲 他也是障 因为你同样在悔 后悔 因为不定心手的后悔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烦恼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无肉制 因为真治是讲无肉制 没办法起来 所以他也是所 讲无肉制没办法起来 所以根本是没办法起来 所以他也是一种 也是属于所之障 那后面最主要是讲四句分别 因为这讲到那个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要怎么了解这个 因为不是说我们讲 吃布施 布施怎么样来讲这个最圣 因为我们每一度都要 每一个波罗蜜多 都要具足这个最圣 才叫布施波罗蜜多 那用这个布施 我们以这个布施来举例 那后面就不讲了 就讲因为他这个布施 比较讲得比较完整 其他也有 比如说这个讲到那个 因为他有两个望智类种类来说四句 或是布约种类 布约种类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有时候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那个 因为太宽阔了 望智类种类就比较属于 讲布施 那个 比如说讲 是施非度 就是 就是讲 只有布施 但不是属于布施波罗蜜多 所以他绝对不以七圣相应师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外道师 或者是我们世间的布施 我们世间的布施 就是不回想到大菩提 我们世间的布施也没有这个 所调便最圣 也没有清净最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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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讲一般的布施 布施外道的布施 第二个是四度非施 它是 比如说我们比较 以这个布施来说 他是布施波罗蜜多 但他不是属于布施 比如说他是讲水喜他施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三个是一施一度 去圣施 这个按照我讲 是比较随 按照这个就是讲布施波罗蜜多 因为他有 比如说法施 无畏施 所以都是比较随 都可以讲到谁的 去圣施 比较随布施波罗蜜多 因为他也是属于布施 他也是属于这个 所谓的波罗蜜多 因为欲施欲度 按照我讲 按照我讲 是比较属于布施波罗蜜多 第四个是非施非度 那个水喜他施的部分来讲 非施非度的部分来讲 比如 按照这个比较随 比如说 按照比较随 就是他不是布施 他也不是布施波罗蜜多 比较随 比如说 其他的持戒的部分 水喜他施 按照来讲 这两个 跟第二个 适度非施 因为四度非施 比如说我们讲 那个水喜他施的部分 比如说 有人在布施的时候 我们就 赞召叹他 就是水喜他施 各位兴趣的话 就是大家套这个四句分别 其实有时候四句分别还蛮难说的 比如说他这个四度非施 水喜他施 还有这个非施 还有这个非施 非度 水喜他施的部分来讲 所以第四个水喜他施 可能就是一种那种 一般的世间的这个部分 我们先休息五分钟好了 谢谢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好 我们再来讲这个十度 用这个十门分别 我们前面最小的是解释这个名称 名称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所谓的通名跟别名 那别名我们在进入这个经文里面 在做解释 就讲别称者 我们在经文上做解释的属于 世民中的这个别称 就是我们世民最小的解释通名 就是解释波罗蜜多 他必须要具备七个药件 七种内容 才算叫做波罗蜜多 那第二个出体 第二个出体就是讲 每一个比如说布施波罗蜜多的布施到底是 需要什么样子作为他的这个 因为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 就是我们要掌控什么样子的成分 因为出体最小的这个东西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特质 还有变相 所以变相就是布施波罗蜜多运作的状况 就讲变相 我们在经文里面才来做解释 就我们就出体跟变相就跳过去了 那建立 我们讲建立 建立的部分来讲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十度 就是佛说 佛施设一个教法 一定有他的目的 因为佛不会毫无目的来 来施设一个这个议言或是文字 他要有他非常相当的这个必要内容 来建立这个文字的这个 来去入这个佛法的这个教理 第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最小的是讲十地 会成就这个十地 因为十地是所有的菩萨一定要 要反倒的 十地 因为没有十地绝对没有佛果 那还有这个讲在对峙的部分来讲 就是对峙十丈 这个十丈就是最小的是 是称为施论里面的讲十丈 还有要正的是这十真鲁 这个真鲁 只有一个真鲁 但是有它的面向不同 就是对于它有生前的了结不同 就是叫十真鲁 就是叫十真鲁 所以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十度 就是建立的意义 就是讲 会承办这个十地 会对峙十丈 会对峙十丈 要正这个十真鲁 那既然我们讲那个建立 到底是建立十个波罗密多 还是六个波罗密多 我们这个是最小的是讲大圣 大圣比较建立这个十种波罗密多 那如果是讲这个建六度波罗密多的部分 它的部分来讲就是对峙这个谁的六臂 臂就是也是缺点 因为臂就讲不好 必失 它也是一种障碍 那建修佛法中 还有建 就是讲到谁的 提到六波罗密多 最小的是 它为什么讲建修 因为最小的讲那个 就是讲从布施做好 然后持戒做好 忍露 就是这样子 次第的去修这个谁的六种佛法 另外还有讲建成熟有勤 我们 为什么这个讲建 我们华燕经的部分来讲 最小的每一度都具备了另外的九种 他你要就是讲有时候讲你要做一度就等于十度 但有时候是讲顿修 从一度就可以寒色这个谁的九度 跟去讲六波罗密多比较随见的部分 见修见熟有勤 所以讲六度 这个六种就是讲到谁的 因为我们一般讲 有时候讲六波罗密多 那这个六波罗密多 就是讲怎么样子安排 前三最小的 就是讲这个布施持戒还有安冷 遵向神 遵向神道 那个 后山是决定圣道 就用 把分这个 有些是 有些讲前三后三 这种说还蛮多 有些讲前二 前三还有这个谁的 有些是讲前五后一 有些是讲分三 就是这个精进把它吹中 因为精进可以对后 我们所说其他的五项 所以它是分前三跟后三 前三的功能 最主要是讲那个真相身 所以真相身的部分来讲 是讲到谁的 他比较 他的效用 比较属于 承办这个 一手果报的部分 因为真相身就是讲 他是讲到那个 生就是比较属于一手生 就是讲一手果报的部分 因为会生到六道的哪一道的部分 就是想真相身 所以既然是讲那个 承办这个谁的 一手的部分 所以 所以他有这个 辅助的效果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他能够 如果我们能够布施 我们会赶这个谁的 大财宝 大财宝 刚才说的 那个大财宝 是大财 大财体 大财体的部分 不能讲是讲到谁的 所谓大财体就是 布施的 布施的这个体性 还有另外是讲到 会有这个 贱属 还有这个谁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彭党 就是按照彭党 就是贱属的意思 因为彭党 比较属于 朋友 啊 贱属就是我们 比较属于这个 谁的 兄弟姐妹的部分 就是家族的部分 所以他都跟我们 未来 一手果报 也有 就是能够生到好的 人天的 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 人天去 人道跟天道 如果后三 后三是决定圣道 后三是决定圣道 那个 决定圣道的部分难想 是讲到谁的 因为 因为 也就是讲到那个 这个 圣就是忧圣 舒圣的意思 哪边的 就是讲这个是决定 就是已经 就是不会 这个 这个真上身跟决定 因为真上身不会有变化 决定 他已经 应该是 比较不会 改变 比如说 智慧的部分 比如说 这个 能够烦恼 成熟友情 就讲精进 还有 禅定 跟 般若 因为精进的部分来讲 按照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他比较属于这个谁的 你要分这个 这个世间跟初世间的部分 初世间的部分来讲 比较是 讲到谁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学习佛法 就比较精进 比较 比较专一 就能够 学习禅定 所以他为什么讲 决定圣道 他比较能够克服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烦恼 能够利益有钱 还有 提升我们的这个谁的 这个谁的佛法 就是他把它分世间跟初世间 那后面的也是把它分 就是讲全山跟后山 所以全山比较是 按照来讲是 全山利益有情 怎么样利益有情 比如说 财师 还有不孟 不是讲不孟的部分来讲 金钱不孟 财师 另外是不孟 不孟是持戒 所谓持戒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不 讲不脑害众生 按那个冷 冷去安冷 安冷比脑固 对他们的脑气发作的时候能够安冷 所以他是比较属于 水利有情的部分 如果是后山 他比较属于这个对峙烦恼的部分 比如说精进 因为我们精进禅定 精进般若的这个文师修 都可以都比较属于断烦恼 所以比较属于对峙烦恼 所以是讲到谁的 为什么属于对峙烦恼 就是精进修这个家行 精进修家行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按照来讲家行 比较属于文修跟师修 不是我们所说的家公用行 还有这个永福永灭固 永福烦恼跟永灭烦恼 都要靠精进跟禅定跟般若 所以从落友情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前山 从对峙烦恼的部分来讲 就比较后山 那还有这个讲 六波闻密多的部分来讲 前山比较属于不住涅槃 后山比较属于不住身世 因为布施 就是从这个落友情 所以比较属于不住涅槃 因为如果在乌云涅槃的部分来讲 你怎么样去落友情 那后山最主要就是处理烦恼的部分 因为在我们世间生死里面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所以我们就是要靠 就想到谁的 能够靠这个谁的精进 还有谁的 还有这个禅定 还有般若 所以能够不住身世 所以我们在三界 即使是落友情 我们也不会被友情的烦恼所捆绑 所以六波闻密多也可以这样讲 不住涅槃不住身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未来一定可以达到无住涅槃 所以有六相波闻密多 他能够成就我们大圣的佛 非常重要的无住涅槃的知量 所以讲六也 所以说六跟说十都可以相色 所以他讲建立六波闻密多 就是我们按照来讲建立 你可以建立六波闻密多 你也可以建十个波闻密多 那这两个怎么样来 互相来我们所说的了解 怎么样两个说得通的意思 又讲那个后为四 后为四就是讲到 为什么六还要加上后面的四个 后面四个要 既然有六 为什么要多加十 因为讲十个波闻密多 就是前六再加上后四 那为什么要加后四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讲到后四能够帮助我们前六满足圆满 所以住六令满 那什么什么叫做 住前面的六个波闻密多 让他更圆满 其中这个方便住前山 方便波闻密多 住前山就是住不失 持戒冷露 因为这就是讲巧便 善巧方便 为什么叫善巧方便 因为如果我们不失持戒冷露 没有善巧方便的话 很容易有烦恼 所以他为什么比较 他比较争议这个 就是比较对这个全山 比较有帮助 愿住精进 因为我们在精进的时候 有时候精进的老半天 有时候 因为有时候精进老半天 那个目标不晓得跑到哪边去 比如说我们走到一个大森林里面 看到很多的树木 那个方向就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 所以这个愿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一直生起这个大愿 就是我们一直想到我们愿 愿成就什么样的总目标 我们这个时候就能够更加精进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思想发愿 愿成就大菩提 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比较随于 我们能够更加的精进 按这个力助这个谁的 这个净律 这个力 这个净律是讲那个禅定 因为我们禅定 我们有时候静的老半天不晓得 就是没有好像没有任何的效果 如果我们有这个谁的 因为力量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想五根五力的那个力 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效果的话 因为讲力最主要是 因为讲力最主要是 就是它有一个 有一些那种的对峙 或是我们所相互的那个意思 所以我们想那个 有打到一些力 就会 它最主要是补助我们这个 那个常定般若密的这个经见 波瑞这个字 自助般若 这个字最主要是讲那个佛字 助我们这个般若的这个运作 因为我们波瑞最主要就是要 要乌漏字 我们有 我们的乌漏字越来越好的话 越来越多的话 我们波瑞 波瑞行就越做越好 那讲到第五个赤地 那赤地最主要是 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也是前后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那 陈关的解释是由前前引发后后 就是我们在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我们就 因为我们在布施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就要 因为我们在布施竟然会有 有些人不高兴 有些很欢喜 就是我们开始要检讨 开始就是 我们可能有些东西不能做 我们不能生气的在布施 我们不能 这个谁的有分别在布施 所以我们就这样一直检讨 我们能够让我们 我们的布施的效果 越能够越达到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一个效果 越来越做越好 所以就会为什么要 开始就会 为什么要持戒 持戒 我们在持戒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要 能把这个戒持得好一点 我们一定要安冷 这就是讲为什么会引发后后 那后面是讲到 由后后持戒 前前 我们是讲我们剥热 比如说我们讲剥热 我们在运作剥热的这个时候 我们会把前面更能够越清净 这边讲净全全 因为我们的剥热 是讲无分别心 我们在持戒的时候不会分别 不要说对好的朋友 布施多一点 对那个不好的布施少一点 所以我们会慢慢的讲这个 清净前面的布施 就是清净前面的持戒 所以就是讲厚厚持静前前 那还有这个讲到谁的 这个前前出厚厚戒 因为前 按照我讲前面的比较 因为前面比较看得到 出事比较看得到 后面就比较看 比如说精净 禅定剥热 尤其是剥热 你没有靠前面的运作 真的很难看得到 你怎么样运作剥热型 所以讲前出后细 所以讲前出后细 前面比较好办 那后面的比较难写 因为是剥热型 所以赤地如释 前面比较好运作 后面比较难修行 所以讲赤地 所以五赤地门中 他有这个谁的 按照钞 苏钞就把这个 这钞就把前面叙述 把他认为允花门跟 还有这个谁的 这个 他有 这个针拔去掉 是有磁门 还有这个 出续门跟南溢门 这个引花门 由全尸引发磁戒 由磁戒引发这个热 因为我们为了要 把布施做得更好 真的要持戒 因为有时候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会 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舍不得 那个舍不得 所以越是讲到 这个 这个布施会 从布施的部分来讲 会引发这个 后面的持戒 也会引发这个冷 所以讲引发门 射磁门的部分来讲 什么叫射磁门 因为 这个 我们成观的解释 讲布施 布施的意义在哪边 因为布施最主要是要利益他人 所以本意利益他人 那持戒最主要是不老于他 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比 米令失禁 就是我们所说 我们在布施 最主要的是能够利益他人 可是有时候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有时候还干扰到别人 也不可能说没有 因为讲到谁的 所以他是讲到谁的 他可以从这个布施 可以慢慢的 让我们持戒 做到不老于他 所以我们这个不老于他的 这个时候 让布施更亲近 因为是讲持戒 你能够持这个禁戒 能够射布施更亲近的意思 是射令布施更亲近 所以叫射磁门 出戒门这不用讲 因为布施跟持戒 因为布施真的是比较 他比较可以 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这真的是还蛮 还比较 布施跟持戒的话 我们布施可以比较看得到 持戒 我们在持戒的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要祥和在布施 我们在布施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这个坚令在布施 这个都是 为什么持戒比较细 戒妄于忍 这个戒跟忍的话 戒就比较出忍 就比较性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比如说戒 戒 戒是我们所说的 戒条的部分 因为戒最主要是讲我们戒律的部分 守戒的部分 是安忍 同样我们讲不杀 因为以杀来讲 戒就是我们不杀 忍的部分来讲是 讲我们要忍于我们自己 深深深称 因为戒最主要是想不杀 那不杀就是我们 我们就讲这个时候 我们称心不能有称心 这个忍的部分来讲就是 我们除了我们不杀的行为没有 然后另外我们称心的 因为讲那个称心的部分来讲 就是讲到谁 因为忍最小是忍于他自己称 所以难一门 这个是 这个是 讲这个是 因为从初戏来讲 越戏就越难做得到 那我们讲相舍 那相舍 一一皆舍一切 越来越波罗蜜多 富相顺固 按照来讲 如果你能够真正做的话 比如说布施 其实布施就含射其他的酒相 布施波罗蜜多 所以他能够富相顺固 就是讲到 比如说我们布施 布施跟持戒 没有什么违背的意思 叫做富相顺 持戒不可能违背安然 禅定没有违背波罗 也讲富相 富相安 我们说水顺 若 若 若斩搜六 就讲 但搜六就是 我们一般 就一般比较 讲的六波罗蜜多 如果讲六波罗蜜多的部分来讲 这个后势 全部射到第六度 这六的部分来讲 是我们所说的 波罗全部 这个我们所说的后势 方便 还有愿、利、智 全部受到波罗 如果是开始 就讲 讲这个十波罗蜜多 第六 如果一讲十波罗蜜多 第六只有讲五分别智 后势全部是讲后德智 因为波罗蜜比较属于五分别智的实相智 后面完全是后德智的运用作用 这个比较属于主要 你不能说这个完全没有根本智 就是它比较厚是比较属于后德智的功能 波罗蜜比较属于十相智的功能 修正 五味通修 佛方究竟 五味通修的五味是什么 这个按照人讲这五味是 不是那个 智良味、家行味 还有剑道味、修道味、旧禁味 不是这个 最小的是讲那个 食性味 我们讲 食性味跟这个 还有食柱味 食行、食相味、食地味 最小的是这个 那佛究竟 佛才全部究竟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十个波罗蜜多 那个 食性的这个时候 你就开始要了解 这个十个波罗蜜道 到底是什么 然后食柱味 就是还是 还是 还是要涉及到 十个波罗蜜多 食行更是 食灰相也是 食地也是 因为食地 每一地都有 他善修的波罗蜜多 食曰英卫 这个是讲那个 十度的意思 总有三名 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采用这个 这个波罗蜜多的 这个波罗蜜多有三个意思 有三名 第一个是讲 这个波罗蜜多 因为波罗蜜多有三个名称 所以这个讲处量节 这个布施 就讲这个食相 势力比较 他比较微小 所以他有时候都 有时候都 就是我们有烦恼的时候 就带不出这个布施 所以比较讲波罗蜜多 如果第二节就是讲那个 第二阿真子节 所谓第二阿真子节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出地到八地 到七地满 这个势力见真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十个波罗蜜多 越做越好 做到第七地满 这个时候叫做进波罗蜜多 第三个阿真子节 视力转真 他这个食相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能够必尽福一切烦恼 这个叫做按照我讲是大波罗蜜多 有时候讲广大波罗蜜多 所以他有三个名称 这个按照我讲 波罗蜜多里面都有提到这个三种 这波罗蜜多有三名 所以一般就像 我们现在也可以讲波罗蜜多 但是我们还没办法讲进波罗蜜多 广大波罗蜜多更不用说了 那教法的部分 这部分曰教 诸教可施 此教要须一一龙舍 赤果该观音 这个曰教的部分来讲 这个最早的是我们按照来讲是 有五 我们在华业经里面有讲这个五教 按照这个 按照讲这个 这个 藏教 始教 还有宗教 还有顿教 还有原教 这边最佳 这边最佳的是 没有讲藏教 因为藏教 比较不提六都 六都波罗蜜多 最佳是讲以大圣为主 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藏教就越调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 因为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藏教的部分来讲就是我们 以华严五教施舍来说 所以讲藏 始 钟 顿 还有圆 所以藏教就去掉了 所以约教可施的部分来讲是讲到谁的这个 小圣不成波罗蜜多 就刚才讲的 因为就刚才所说的这个 因为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最主要还是属于大圣的教法 为什么他不成波罗蜜多 因为无欺罪圣故 因为他又不一直打不提 他也不回向大不提 因为他又没有无相智 那另外是讲 所以这个藏教就越过去了 那始教 所以始教 因为始教的部分来讲最早是讲法相中 为什么他叫始教 始教跟宗教有所不同 因为宗教最早是讲涅槃和华华 涅槃和华华 因为法相中为世的经典 讲那个五性个别的部分 就是他认为有一禅帖 或是无种性的众色不能成佛 所以施舍叫始教 因为他的这个教法 法相中的教法 法相中的教法 跟这个 那个 升文圣 有点雷头 因为都是讲运触戒 因为都是讲运触戒 都讲那个谁的 比如 讲元器 这大家就是讲 为什么他叫始教 因为他的教法 几乎都是从这个升文圣这样子 所以他不离开升文圣的这个教法 就讲始教 就是藏教 马上就是始教 所以他是按照 就是我们所说的他是 我们现在来用的那个代号就是法相中 以法相中为主 他是讲要 他一定要菩萨种性的人才会有 我们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十度的修学者一定属于菩萨种性 又更有体性 或者说俱空 这个始教怎么讲这个十度 为什么讲这个 就是讲法相中 为什么叫各有体性 因为十度都有他本身的特质 另外为什么讲聚空 这个 所谓聚空的部分 这个 各有体性我们是比较常数 这个聚空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这个 按照如果你要讲这个菩萨空 就是讲那个 那个菩萨空 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讲那个十个普罗密多 最主要的慢慢就是让我们的 升空达到升空正路 跟法空正路 从这边来讲 你也可以这么讲 就是有时候 因为讲聚空是我空跟法空 如果是宗教 如果是宗教就是讲 如果是宗教就是讲法法跟般若 比如说天台 天台不要讲宗教 一一皆从这个真如性功德起 就是讲宗教的部分 就是讲宗教的部分 因为波勒跟那个 波勒跟华华 不是波勒 涅槃跟华华经 尤其是涅槃 比较处于真如佛性那边 起来的 这个 那个 华华 因为华华最主要是讲佛的 这个 就讲佛的这个 佛之界 也是讲佛菩提那边 来书 你讲宗教的部分 意思就是我们讲的 华华跟 涅槃 比较属于 带向佛的功德的部分 就讲真如性 这个功德 遁教 遁教比较属于哪边 按照比较属于这个 你要讲波勒也可以 有没有 因果它比较属于浅 双浅 双遮的部分 你要按照 按照这个顿教 意这个禅观的说法 最主要是讲禅宗 双遮 所以意义皆不可输 你要以经典来讲是波勒的部分 另外你要再讲的话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管中论的部分 讲不思 这个不思不是说不要思 你就是讲 遮思有所得 遮对思的沾沾着 就是我们有我思有被我思的那个人 还有不思这一法 所以讲对教最小的遮 遮这个思有所得 遮这个坚律 遮这个持戒 就是有沾沾我持什么戒 沾沾有一个我在持戒 不犯 这个讲到谁的 那个顿教的施设法 完全是讲这个 就是带有这个谁的 这个遮的遮的意识 用布来遮 对一切的这个行有所沾沾 所以一切决绝 到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 到最后这个顿教的效果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能够达到这个见识项 因为一切决绝是你能够 像我们的这个谁的禅宗 那个效果 这个讲一切决绝 是言语道端 这个心形除灭 所以到最后这个六度跟十度 我们所说的网友 就是讲你能够 不再有这个文字上的细论 这个说法完全你能够 顿教最小的就是讲到你一个清正实相的意思 不再有这个 这个谁的细论 不是我们一般众生的心形 那那个原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后面才来提 因为这只要经文上的书法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菩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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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